嗨,大家好,我是阿賢 那我們今天要教你方賽 就是方賽這個動作,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動作吧 好,那你們剛才看完方賽這個動作 方賽的動作就是歐里跳起來之後轉180 那基本上呢,你們要做這個動作的話,肯定要好一點點 那它是用你的手臂,然後還有腰部 還有你跳起來的時候,你在空中你的後腳 去做一個180的轉向動作 那我們緊接著的話呢,就來看一下 大致上要怎麼練會比較好 好,那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當我們在練方賽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我們的後腳跟腿跳都一樣 但是我們的前腳呢,腳尖可以稍微站出來一點點 因為你站出來一點點的話,你扒板子 就是你要讓它旋轉180的話 你可以比較好扣著你的腳 那其實剛開始練的話 其實你不太能一次轉180 那怎麼辦呢? 你先轉90度 你先轉90度 那你90度比較穩的時候呢 你可以稍微多加你的力量 你要甩過去一點點 然後你的後腳 其實比較著重的部分 就是說重點是在於 你的後腳跳起來的時候 你的後腳也要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也要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往前面推出去的話 那它方賽180的話 做完的話 才會比較順暢 那你們可以先練習看看 好,那當你們的轉向的部分 或前腳帶板子跟你的後腳旋轉的部分 都練習得比較OK的話 其實最後一個部分就是重心 它是重心的轉換 你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你的重心是壓在你的前腳 壓在你的前腳 當你跳起來旋轉180的時候 重心就必須要改變到你的後腳去 所以呢 假如說你的重心一直放在前腳 那你做完的時候 你還放在前腳 那會怎麼樣? 你的人就會往後擋 板子就會往前射 所以呢 注意一點就是說 你的重心必須要去做一個Change的動作 就是從你的前腳改變到你的後腳 那你們剛開始的話呢 可以原地或滑一點點速度 慢慢練 那練習比較順的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過障礙物啊 或速度快一點點 那我希望你們都會學會方賽這個動作囉 我們下次見